今天元朗站 Yoho Hub 第二期就正式开价 首批价单有180家 由两房去到三房套 赤价最便宜13,08元 这口价基本上是回到16年17年的价 即是这口价是穿越了8年的时空 神奇时光几年 曾经的 Yoho Hub 一期 均价是19,000元赤价 现时劲到最便宜13,000元赤价 便可以买到 而且越大的单位赤价越抵买 同时捏了200元 新同基砍价 对之前买了Yoho Hub 一期的人其实挺伤 幸好Yoho Hub 的买价 基本上是快收纽已经上会了 所以对它的影响相对来说低 只不过身内有点难受 而针对这个难受 新的雷霆先生也说过 我们二期的景观比一期差一点 这个都是现实 因为一期向北的单位 是望到深浸湾的海景 而向南的单位是望到自己的内景 而且它不接近大马路 二期最大的致命商有两个 景观上就比个困绕绕 又贴近大马路 相对来说它卖得便宜 是有少少原因 但这个原因 值不值得商参5000元一呎 就一定不值得 所以它现时一定有个水位给你赚 首批简单卖的单位 全部集中在大白座 大白座的景观 小单位最主要向北 不论是东北或西北 最主要望到深圆中那边 低层就望到内园 中高层就望到楼 或者望到山景 而今期的大单位最主要向南 不论是东南或西南 都会望到少少楼 尤其是望到Yohu Min Tan 是挡得比较硬一点 向西南的单位 望的景观会较少少 远一点的景观会望到山景 所以它900多呎都放在西南米这边 两房最低的价钱是 466呎的八座D室三楼 入场价是682万 而三房最低的入场价 开放式厨房那边 537呎 777万 至于三房套的大单位 855呎 入场价是1120万 如果二手那边应该怎样比价呢 最大可比性就是Gran Yohu 它那边的平均尺价大概15000多 Yohu Midtown 或Yohu Town 那边的平均尺价 都是13000多 变相来说 它只要打低同系列的楼盘 Gran Yohu 口价就绝对有竞争性 如果买这些单位出租 二手那边的租金 大概是35元 为起的租金回报大概是3厘 不算特别好 因为买这个盘不是为了租收笔 而是为了将来的升值潜力 即是它升起以前18,000、19,000的尺价 你再买出去 比较有一个投资水位 反而租值那边不是很强调的 有些人觉得这个价是贵的 但在我角度 现楼它对比起 同样都是Yohu系列的站顶盘 它是比较便宜的 只要打低它同区的二手 基本上已经可以走到货 所以发展商是贴着二手价 比二手价便宜一点 这样脱货出来的 在户型选择上 它做了开放式的量化 反而紧柱的量化是没有 与Gran Yohu那边有个强烈的对比 如果你要选紧柱的话 应该选Gran Yohu 不是Yohu盒 它做开放厨 把尺数压小了 反而缸针又再小了 竞争性是大了一点 所以你会看到它小单位 因为它有独特之处尺价 反而高一点 反而大单位跟Gran Yohu 那边的对比性不是很大 所以它愿意再多砍一点 去到13000尺价 买出来 在我角度 如果你喜欢紧柱的话 不妨可以考虑一下它这些大单位 因为相对来说抵买的 唯一大单位的缺点 就是比较近过元朗马龙 比较吵一点 但是如果你买到高层 景观会通透一点 未来身体那边 会按下收票的情况 会再加退 到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找我 我是路易宣和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